去年国庆空军派出UH-60M黑银救护直升机进行空中分裂式 与其他战机一同庆祝国庆 同月月底经过两年编装训练的国军黑银战队 在台中基地举行成军典礼成为全作战能力 而2号上午逝世的黑银直升机救赎UH-60M机号933 在前年7月20号交机机灵将近一年半 飞行总时数376小时 近三个月没有重大故障记录 它有其他的衍生型包括改装程比如说直管直升机或者说电站的 甚至来讲它也有改装程像海军用的反潜直升机都有 那当然国军采购的UH-60M直升机 因为原本它是由陆军采购的 它是作为通用直升机 也就是说主要是搭载人员跟物质装备 UH-60M黑银直升机飞行高度能抵达预身 加上造假高昂被称为是直升机界的劳斯莱斯 2014年向美国购买60架黑银直升机当中15架交给空军使用 还有15架就是借给空勤部队 以往的直升机它可能就是它的使用装备是传统的操控系统 那最新的黑银直升机UH-60M的话 它第一个它的发动机的出力的当然会比较大 那第二来讲它采用的是数位化的操控系统 所以它整个电脑化的程度会非常高 黑银直升机首度发生坠毁是在2018年2月 从蓝宇进行后送任务时坠海六死 时隔两年又发生了坠毁造成巴斯以外 空勤总队剩下的14架黑银直升机将全面停飞 执行天安特检 排除一律后除了救灾任务 其他演习训练照样先行停止 这里莫常夏威夷台北报道